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就来看先知 就是说耶利敏对假先知的预言警告 还有那个结果对他们的审判 然后第二个小时我们就换到了一个新的单元 那个就是南国犹大对神的这样子一个背叛 那么神再一次的警告 那么这一次把审判他们被掳的时间就讲出来了 就他们会被掳的时间有七十年 然后呢他们还会再回来 然后神要给他们一个安慰的一个讯息 那么可是神不是只有犹大的王 那么神是全世界的王 在这一次的讯息里面再一次让我们看到25章的后面 让我们看到列国一样要在神面前叫这样 所以说不是只有犹大附近的国 不是只有中东的国 而是普天下所有的国都要向神嚼战 所以这个是一个今天的部分 是一个非常精彩的部分 耶利敏书其实是高超跌取的 你如果不仔细读 你就以为就是警告啊 就是审判啊 他这些坏消息那么事实上不是再次的强调 他不但告诉我们当时的先知耶利敏的工作环境 告诉我们先知工作的态度 也让我们感受到神的肺腑心肠 再次的让我们了解到神的掌权 虽然他是一个有绝对权柄的神 可是他绝对不是好像坐在那边 只在看人家谁哪里不对 然后就记下布来 然后就开始按时记来惩罚 他绝对不是这样子 那你要看到他是从早起来 神怎么会从早起来呢 我们待会儿就来看 用描述他从早起来 就跟百姓来警告 就跟百姓呼口婆心的劝说 不但这样他拆遣 他的使者也就是先知 真的先知 从早起来 也是从早起来 来跟百姓呼口婆心的劝说 让我们更加的认识我们的神 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神 他是一个有恩赐 也就是他是一个临在的勇童在 可是他却也有权柄 他也是一个威严 是一个超越又临在的一个神 很深等 还有imminent这样子的一位神 好 那我们就怀着期待的心来 阅读他的话 我们先来祷告好吗 天父我们谢谢你 主要 虽然有一些操作上面的一些延迟 但是主要 仍然来感谢你 众弟兄姐妹 就是这样子一个耐心的在那里面 等候 为了预备要研读你的话语 求你大大的 让他们得到饱足 是借着你的话语 不是分享个人的意见 或想象 而是说神到底是怎么说的 所以主啊 当我们专心来研读你的话语的时候 主啊就求你 给我们亮光 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已经有了启示 以及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来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 愿主赐福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第一个小时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的九到四十节 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概述 这个就是二十三章的部分 那么耶利米在谴责游到王室以后 那他接着是谴责假先知 甚至于假祭司 祭司就是祭司 所谓的假祭司就是没有照着祭司职分所做的 亏缺了他们职分上面的要求的这样子的祭司 那么先知跟祭司也应该要知道百姓他们也有领导的地位跟责任 可是这些人却向人民保证 这就是错的信息 保证人神会永远祝福犹大 但是事实上在百姓远离神的情况下 怎么会有这种祝福呢 因为他们的话并不来自神 甚至于有些假先知 还甚至用巴黎的名义来说话 那么就是被你审视到几点了 那是鼓励作恶的人继续作恶 作恶的人也需要能够有心安 不是说作恶的人 他们好像就是恒着心 然后他们也需要一些谎言来安慰他们说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 那个巴黎做你的支持 那么祭司也是很腐败 他们腐败到一个地步 就是用异教的方式来玷污了圣殿 那他们声称说是说神的真理 事实上说的是谎言 那么耶利米督促百姓不要听他们的话 因为神会惩罚这些假先知跟祭司 神也会谴责听他们话的百姓 所以要小心 那么所有的旧约的先知书里面 没有一本像耶利米这么激烈 这么频繁地来谴责假先知跟祭司 问题就是说这个四十多年的事工 他的挣扎经常的就是 对假祭司的对抗 也连带的也就是他的百姓对他的压迫 因为他们听信谎言 他们更相信假先知就把耶利米标记为骗子 这个是一个很令人难堪 很难令人接受的 特别是诚实讲神话的人 那么我们过去几个礼拜也看到耶利米他的反应 那么接下来呢 耶利米还是要收起他自己的情绪 告诉百姓说假先知的信息 把他们带来厄运 神不但会惩治假先知基石 也会惩治那个听他话的百姓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神的话 二十三章九节 论到那些先知 我心在我里面忧伤 我骨头都发战 因为耶和华和他的圣言 我像醉酒的人 像被酒所剩的人 地满了行影的人 因妄自赌咒 地就被挨 旷野的草赏都枯干了 他们所行的道乃是恶的 他们的永利使得不正 连先知代祭司都是亵渎的 就是我殿中 我也看见他们的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此他们的道路 必向黑暗中的滑地 他们必被追赶 在这路中不倒 因为当追讨之年 我必死在我临到他们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 曾见欲望 他们借巴利说的预言 使我的百姓 以色列走错了路 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 曾见可证悟的事 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 又兼顾恶人的手 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 他们在我面前 都像索多玛 耶路撒冷的居民 都像俄摩兰 所以万君之耶和华 论到先知如此说 我必将冰尘给他们吃 又将苦丹水给他们喝 因为亵渎的事 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 流行遍地 万君之耶和华如此说 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 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 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 所说的意象 是出于自己的心 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 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 耶和华说 你们必想平安 又对一切按自己 顽梗之心而行的人 说 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 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 得以听见并会晤他的话呢 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 看啊 耶和华的愤怒 好像暴风已经发出 是暴裂的悬风 必转到恶人的头上 耶和华的怒气 必不转消 直到他心中 所拟定的成就了 末后的日子 你们要全然明白 我没有打发那些险子 他们静置奔跑 我没有对他们说话 他们静置欲言 他们若是站在我的会中 就必使我的百姓听我的话 又使他们回头离开恶道 和他们所行的恶 耶和华说 我岂为近处的神呢 物也为远处的神吗 耶和华说 人岂能再隐秘处藏身 使我看不见他呢 耶和华说 我岂不充满天地吗 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 就是我明说的预言 他们说 我做了梦 我做了梦 说假预言的先知 就像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 他们这样存心到几时呢 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 对临摄述说 想要使我的百姓 忘记我的名 正如他们的列祖 因巴黎忘记我的名一样 得梦的先知 可以述说那梦 得我话的人 可以诚实 讲说我的话 康皮如何 能和麦子比较呢 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 我的花岂不像火 又能打碎磐石大锤吗 耶和华说 那些先知 各从灵色抽窃我的言语 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 耶和华说 那些先知用舌头 就是耶和华说的 我必与他们反对 耶和华说 那些用梦幻为预言 又述说这梦 以谎言和惊夸 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 我必与他们反对 我没有打发他们 也没有吩咐他们 他们与这百姓 毫无益处 这是耶和华说的 无论是百姓 是先知 是祭司 问你说 耶和华有什么漠视呢 你就对他们说 什么漠视啊 耶和华说 我要撇弃你们 无论是先知 是祭司 是百姓 是耶和华的漠视 我必刑罚那人 和他的家 你们个人要对灵色 个人要对弟兄 如此说 耶和华回答什么 耶和华说了什么呢 耶和华的漠视 你们不可再提 个人所说的话 必做自己的重担 因为你们 没有用永生神 万君子耶和华 我们的神的言语 你们要对先知 如此说 耶和华回答你什么 耶和华说了什么呢 你们若说 耶和华的漠视 耶和华就如此说 因你们说 耶和华的漠视 这句话 我也打发人到 你们那里去 告诉你们 不可说 耶和华的漠视 所以我必全然 忘记你们 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 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 又必使永远的凌辱 和长久的羞耻 临到你们 是不能忘记的 那神的言语 好像是分得严厉 这个是 恶与在作恶 影响整个全国百姓的领袖 他们所犯的恶呢 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说 有这么样的一个 很严厉的这样子 一个神的警告 还有惩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从九节到四十节 这里面有一些什么细节 那么九到 我们先从看九到四十五节 好 那么这个假先知所做的事情 我们说耶利民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 也很敏感的一个先知 他们所做的事 让耶利民进入非常紛乱的精神的状态 这里面所描述的在第九节 我的心在我里面忧伤 这个原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说 甚至让我错乱的意思 思想混乱骨头都发战 他不能了解 为什么这些先知呢 滥用他们的职权到这个地步 有时候你觉得说有些人 对我们是可以接受 有些人的行为就是不对 可是呢 最到一个极点不肯悔改 影响人这么大 令人无言 到一个地步 让先知那整个精神都 非常的混乱 不晓不晓如何是好 这样子骨头都战斗 这样子的意思 因为他们作恶的行径 太令人震惊了 那么耶和华所说的话 跟他们所做的事情 在耶利民的心中 好像是一个极大的斗争斗 所以耶利民好像是 那个被酒利所胜的人 他像喝醉酒了 不晓得要怎么样子来走 不要怎么样子来做下一步 并且神的选民生活的堕落 跟这个假先知不相上下 他说第十节说地满了行淫的人 这里面是在讲到 这些以色列百姓参与了那种 拜巴黎的仪式 这个巴黎这些邪教来参加的人 是跟妙记行奸淫的 在那个巴黎偶像的面前性交的 所以说生命记的咒诅 就要临到这片土地了 所以说道德的败坏 邪恶莫此为甚 那他们做这些仪式 跟他们所预期的相反 因为巴黎是所谓的 玩雨的嘛 结果呢 不但没有得到雨 这片土地要经历一个 很严重的干旱 只能让他知道 他们所做的恶事 结果很明显的就快就来到 假先知对百姓 发挥太大的影响力了 走上了邪恶的路 他们没有用他们的权柄 来带领百姓归向神 反而把国家走向灭亡 那么我们看到十一节呢 这个谴责的对象又加上祭司 当时淫乱的异教仪式 还有拜偶像的祭物 对于祭司的衣着 对于各种献祭的礼 神是一个很有秩序的神 讲得清清楚楚的 为什么 因为祂是一个圣洁的神 所以说属祂的物呢 也是分别为圣的 那么这些人呢 把异教的东西带进来 在敬拜的里面 这个是对神的亵渎 是一种想要羞辱神的 结果呢 神对先知祭司都进行审判 他们会受到惩罚 惩罚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巴比伦王 贡献耶路撒冷 他把圣殿给拆毁了 圣殿拆毁了 祭司的家就没了 就没有祭司的地方 这是他们的审判 他们必须像黑暗中 在失华的地上走路的人 他们会铺跌 他们会半倒跌倒在彼此的身上 这个是十二节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先知把北国撒玛利亚的先知 跟南国的先知来相比 我们看北国呢 当然我们知道说 他们先是拜巴黎的 他们处在拜巴黎 就引导到各种错误的行为 南国呢 南国不止这样子 他们还支持了 在肉体上面行奸淫 还有一些虚空的事情 那么通过他们的谎言 他们不但是讲 他们自己也这么做 他们鼓励不到的 结果呢 百姓就跟着他们 全国都走向道德败坏 那是很可怕的 对不对 因为当你全国的风气 从老到少是这样子的话 那就没有救了嘛 因为下一代所受到的影响 他一出生就是这个样子 他没有办法分辨是非的时候 这样子一个错误的信息 就已经根深蒂固 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了 以至于神把他们比成 索多玛跟俄摩拉 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 是一个代表 就是说代表了与神 对抗的神 那里面的道德 败坏到一个极致 那么神要用火来 来烧灭这两个城 对不对 所以说十四节他们就被比喻成索多玛跟俄摩拉 就是这么的糟糕了 这么的道乱一个城市 那么神给他们的惩罚 包括吃阴沉 还有要喝苦胆水 那这个都是图像的表示 就是淋到他们的假先知 祭司要淋到他们的痛苦的审判 苦胆水就是有毒的水这样子 阴沉就是很苦的东西 那他们的亵渎的事 亵渎的事就是说 所谓不敬钱 或者就是已经受到污染的 所做的行为不是纯正的 在地上已经在蔓延了 因为他们的邪恶是有影响力的 是会影响到别人的 那么我们继续看下一段 假先知的特性是 二十三章的十六到二十二节 那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 当时的假先知 他们有些什么特征 第一个 他们的信息不是来自神 他们的信息不是来自神 十六十八二十一都有讲到 第二个 他们给人一个虚假的保证 然后第三 他们没有使百姓 来离开他们的恶行 我们一一的来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从十六节 主警告人 不要听假先知的话 因为他们的话是空洞的 虚空就是说没有任何意义的 为什么他们的教导是虚空 是没有意义的呢 因为他们的话是错的 他们说有意义来源在哪里呢 他们意义的来源是自己的头脑的想象 字面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意义来源是来自他们的心 基本上面就是他们自己想象的 他们也可能就是故意的跟人说人家想听的 比方说他们一再的承诺无条件的平安之类的这些事情 这个是大家想听的 他们也就只说这一些事情 那么大家都happy 就没有人想到那个后果 他们说藐视主 并且随从他们的心怎么样做都没事 就都不会受到伤害 可是有一天呢 神的审判会来 他们就知道说他们错了 对不对 他们就知道说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平安 可是这个时候也许是所谓的不见棺材不掉泪 先知那么明显的这样子的表达神的话 他们呢还是不相信自己可能错了 那么事实上你从他们会来找先知 问神有什么话呢 就表示说他们心中不是很确定 那么我就在想 是什么样子心让你一路往前走 都没有说好像回头啊 我想人的心还是选择想要听的话 有没有 人选择那个他想要听的话 所以说他就会去听他爱听的 那他就会把他不爱听的就关掉 这一点呢 其实做牧者在做counseling的时候 也有这种感觉 也就是说 有时候牧者照着神的话来建议的时候 不见得都能够被接受 好 耶稣曾经警告 在末世的时候 有假先知要起来迷惑许多人 对不对 那么今天的世代 也有假先知 这就是末世 也有很多假的先知 假的信息 很像哦 你注意看 今日的假先知 也是用头脑的想象 说他们看到了意象 说人家爱听的话 那么不讲圣经了 即便有呢 断章取义 这边一节那边一节 为了什么 为了要支持他 可能某种政治的论点 或者是你要是仔细的看 自重一定跟恋财有关 他会叫你逃出钱来 那他们怎么样 叫你逃出钱来呢 用圣经来支持 这边一句那边一句 比方说 神在末世的时候 要把钱从 不信的人的口袋 逃出来 放在信的人的口袋 那请问这句话 你在圣经里面 哪里找到这句话 那假先知讲这种话 大家爱不爱听 基督徒爱不爱听 爱听啊 那还有哦 那么你如果套出钱多 你奉献更多的话 神就会给你更多 那么 更多不信人的钱 就会被口袋被套出来 然后那就放在你的口袋里面 然后我们就看到基督徒 趋之若愈的 把钱丢到那个台上去 令人无言呢 也就是为什么 这样子的断章取义的 一个假先知所讲的话 神的百姓甚至于神的牧者 没有办法分辨呢 那我们如何来分辨假先知呢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 对不对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 所以说做神的儿女 首要的还是必须要熟悉神的话 那神到底是怎么讲的 要熟悉他 而且要明白这个神的话语的 背后神的心意是如何 那么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武器 对不对 所以任何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陈述 你马上的 下意识都经过你心中的 那一个很坚固的一个 一个信仰的根基 也就是你的神学根基 几乎是下意识的 就过滤了 然后你马上呢 错的你马上就一个 好像是一个红的旗子 就马上就举起来 不对 听起来怪怪的 为什么不对 因为某某圣经上面 某一章某一节是这样讲的 或者圣经根本就没有这样讲 或者就是一个 我给他放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 我马上就来验证 这个还是神的百姓 最重要的一个武器 然后呢 我们看到那个假先知 他们的行为 他们绝对不会只有神学的错误 他们不会神学上面乱讲 然后自己过了一个圣洁的生活 不可能的 生活一定是乱七八糟的 那些恋财的那些大传道的 他们也离婚 他们也住那个亿万的豪宅 出门呢 也都是坐私人的喷射机 然后呢 到各地方去住一晚 好几万美金的这样子的 一个Mansion 所以你可以从他的果子上面来 也可以来分辨 对不对 所以说神的儿女除了明白神的话以外 还要能够行得出来 你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话语 那正确的话语跟你没有关系 如果你没有活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的话 所以说这一段对于假先知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考 那就是假先知不是只有在耶利米那个时代 在今日他仍然也存在 他用不同的方式呈现罢了 最常见的呢 就是莫过于他好像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这样子来吸引人家 你要能够分辨 那你如果分辨 那就是神道理说什么 耶利米那个时代是这样子 百姓必须要从耶利米上知道神真正说什么 那他们选择假先知 今日的基督徒 每一个人手中都有好几本的圣经 所以说你要是一个人自己读不懂 那你就参加查经班 你就好好的认真的来跟 真正的规规矩矩在讲圣经的查经班 牧者来跟他们学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那我们把时间都放在别的地方上面去 神的话永远都是最低优先级 每个礼拜七天里面呢 就一个小时到教会来 那个怎么可能会明白神的话 所以这六十六本的圣经 很丰富的呀 需要花时间的 我苦口婆心的说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章一节的讲圣经 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有改变生命的力量 不是人的口才 不是人的意见 所以说你就把神的话给你嘛 主日学 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老师 宝典长老 谢长老 静恩长老 Philip 还有Annie 还有余医师 哇我们的试制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丰富 那是一个机会 对不对 因为别人已经整理好了 别人已经整理好了 他把他精华给你嘛 为什么大家不用呢 那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要 愿意去收取 或者还有自己在家读圣经 好好的研读 然后呢也投资好的书本来研读 这也是 跟着教会的读经的进度 这个也是 那我们有网上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是一样 有很多主日学的好的师资 有很多的读圣经的资源 请大家要多多利用 那么我们读到耶利米书 这个部分我们就有收获 好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这些假先知的问题是在哪里呢 因为他们没有学 他们没有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第18节 他说呢 他们没有站在耶和华的会中 那他们怎么哪里有神的话 也就是说他们跟神没有接触 然后这神耶和华的会中是什么意思 这个在旧约里面 这个字呢用到好几次 在列王记上22章里面呢 先知米该亚说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那天上的万军这就是天使了 施力在他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亚哈 上激烈的拉莫去阵亡呢 这边有一个会议 对不对 有一个会议 那么会议呢 神在那边宣布他的旨意 宣布他的行动 这个神要击杀亚哈咯 约伯呢 约伯记呢 也有讲到 又有一天 神的众子在神的面前 也是这样子一个会 撒旦这个时候还没有 还被允许 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诗篇82章 82章1节 神站在有权利者的会中 在诸神中行审判 89章6到7节 他在圣者的会中 是大有为言 都是在讲到 这样子的一个 跟在神面前的 这样子的一个聚会 这是一个神天使的 神主持的 众天使的聚会 神在此 打错字了 在此宣布他的计划 要交付使命 好 所以18节 有谁站在业务会中 得听见会误他的话呢 这个问题 是说这些假先知 他没有在神的面前 他哪里有神的话 那么问题来了 耶利米有没有在神面前 在神的会中呢 这个意思 你不能够就是说 很狭隘的来 要从他的整个语意来了解 也并不是说 你就一定要去那个天使的会中 然后你才会有神的话语 不是 我们知道说神直接跟 耶利米对话的 神直接给他话语 耶和华说 有耶和华的话对我说 这个是一直不断地 重复在耶利米书 所以说耶利米书告诉我们 他的话的来源 是直接来自于神 同样的意思 那么假先知呢 他们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哪里来的神的话 好 那我们继续看 19到20节 这个就是很审判的景象了 这个在30章23到24节 有重复出现 主的审判被比作暴风雨 或旋风在恶人的头上转 这个暴风雨在头上转 那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景象 你能够想象那个 在美国中西部的 那个tornado吗 那个旋风 在你的头上转 把人的车都卷上车 这样子来想 就可以了解那个程度 那么主的怒气呢 不会消退 要完成他的目的 也不会消退 那么在末后的日子 人会明白 为什么神如此严厉的惩罚 这个末后的日子 不是末世 而是什么 而是说将来被掳的时候 耶路上被攻破的时候 他们就会明白 神对他们的保护呢 不是无条件的哦 神要他们来遵守神的话 对不对 那么继续看21到22节 神很清楚地说了 这些假先知 我根本就没有裁品他们 我也从来没有称他们为先知过 神跟其他的先知 呼召他们 有直接的呼召 有称他们为先知 神称耶利米先知好几次 但是这些假先知 神根本连一句话都没有跟他们说 他们没有被授权 来做神的代言人 可是他们以神的名义 很热切地 四处来分享他们个人的信息 OK 就像今日的世界一样 耶利米的信息 也不是唯一的声音 基督徒也跟很多的 热衷于宣扬谎言的人 在竞争 有很多的假的消息 假的信息 错误地来误解 神的话语的信息 他们会引诱人 来走向毁灭 那么这些假先知 也有可能也有牧师的title 他们用正道的机会 用那个 很圣洁的一个讲台的机会 来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 来宣扬他们 对神学的错误的了解 然后他们 却以神的代言人来自居 如果这些假先知 有这么机会在神的面前 他们就有神的话 他们就可以宣扬祂的话 他们就可以帮助百姓 不要远离神 一个真正的先知性的声音 不会鼓励人来采取 邪恶的生活方式 这是很明显的 可以分辨的一个方法 真正的先知性的讲道 会让百姓远离 邪恶的这样子的生活的方式 会让百姓来明白 神的话语到底真正的讲了什么 所以真正的做先知性 讲道的人 要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 这个神的话语里面 他的背景是怎么样 当时这句话说了以后 对当时的听众呢 他们的感受是怎么样 他们的背景如何 为什么说了这句话 这里面的文法上面 有什么样子的意涵 这个是做 要做先知讲道 要好好研读的 要花时间的 你可能讲一个四十分钟 你要一整个礼拜的时间来准备 这个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认真 不是随便想一想 凭空想一想 然后就上市了 这些假先知 基本上面就是这个样子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说 凭着他们的果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荆棘岂能摘葡萄 吉梨岂能摘五化果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从 这些假先知的生活 来分辨 神的儿女 我们有责任要分辨 因为在耶利米的里面 亲信假消息 亲信这个假的预言的 相信的人 他们也受审判 所以说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要拒绝假先知 这个二十三节到三十二节 把梦 把梦跟神的话语 来作为启示的模式 来进行对比 一边是梦 一边是神的话语 那么古代静东 梦被认为就是 发现神的旨意的手段 你知道我们的梦境 从心理学的角度 梦境是我们白天很忙碌的 接触到什么事情 那个老婆会继续的运动 所以说在睡觉的时候 那一些影像会继续的 或者是你心中 有非常沉重的一个思想 思考压力等等 也会进到这个梦中 所以不是你梦见什么 你觉得这个就是什么 最明显的玩笑就是 一个弟兄 年轻的单身的弟兄 做了一个梦 因为他一直很喜欢 教会的一个女孩子 他就梦见了 神跟他说 你们两个要结为夫妻 他就很高兴地 跟教会的单身的姊妹 他喜欢心仪已久的姊妹说 神告诉我 我有做了一个梦 神告诉我 我们要结为夫妻 那个姊妹很有智慧地说 可是我没有这个梦 要能够分辨 梦作为启示的手段 在圣经事实上是没有被权责的 也就是说有这些例子 神是用这个方法 单一礼就是一个例子 那么 希律要杀baby耶稣的时候 天使也是在梦境中 来告诉约瑟 需要逃 但是呢 梦很容易被滥用 对不对 被用成这个 欺骗人的手段 对不对 有一些梦呢 其实跟神的话 也是完全像抵触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分辨 这一段就是在讲这个部分 好 那么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呢 插进了一段 神的 对自己的一个宣誓 神问了两个问题 这两个问题呢 就在表明一个 很重要的神学的一个了解 也就是我们对神的属性的了解 也就是神的超越跟灵在 transcendence跟imminence 这两个是相对的神的一个属性 他既超越 远在我们受造之物之上 可是他又临在 临在就是说 跟我们在一起 也就是有威严的神 又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他问了两个 rhetorical question 这是修辞学的问题 意思就是说 这个问题不需要答案 因为答案很明显 但是他用问题的方式 来增加那个冲击力 哪两个问题 神说我只是尽触的神吗 我只是尽触的神吗 神否认 他是一个权力有限的地方神 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避或逃避神 他如果是这个本地的神 像台湾的民间信仰 每一块土地 有一个所谓的土地神 土地爷 他就在田边 就是一个小小矮矮的房子 说那是他的家 那么神不是这样子的 你记得当彼拉多神问耶稣的时候 彼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有没有 那你如果是耶稣的话 你要怎么回答 是啊 原来那你就是这个被我们打败的这个犹太人 这个我们所瞧不起的犹太人的王吗 当然不是啊 对不对 他是犹太人的王 他也是宇宙的王 所以你回去就好好地看一下 这个 我们上次讲到有讲到 就是耶稣他的回答 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 耶稣不是一个local的王 不是一个像妈祖一样的 只有在打鱼的那些人 对他就是很敬奉 可是没有这个愉悦文化的 不认识马祖是谁 这是很local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我不也是远处的神吗 当然是 因为他是整个宇宙的神 对不对 诗篇139篇 里面就告诉我们 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 我飞到天上你在那里 我在阴间下滩你也在那里 神是无所不在的 那么神就插入这两句话 就是要警告假先知了 他们无法逃避将来的愤怒 所以当先知说 我做了梦我做了梦 两次就是强调嘛 重复强调 那么根源 其实他自己头脑的错觉 或者是即使 就是根本就自己瞎掰 编出来的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梦 告诉百姓 给他们一个错误虚假的安全感 还使他们忘记了神的名字 他们的崇拜 就像巴黎的崇拜 他们的祖先拜巴黎崇拜 忘记了神的名字 现在假先知 说有梦了有梦了 然后就让人家忘记了神的名字 这不是只有名字的问题 这就是忘记神的一切的属性 忘记了他是 有权柄 圣洁公义的神 也忘记了 他是一个慈爱有怜悯 他是一个守曰 守蒙曰 是一个施死爱的神 好那么我们继续看 那么在第二八到第二十九节 神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很疾风的方式来告诉他们 你们去讲吧 你们就尽管去讲你们的梦吧 为什么其实他本来就会 反正他本来就会去做了 OK 然后神也是邀请那些相信得到他话语的人 也忠实的把神的话语讲出来 所以我们点灯不是点在斗底下或者床底下 在斗里面或床底下 要宣扬的要在人面前呢 让人家看到我们的亮光的 要把神的福音讲出去了 所以说神也邀请那些相信得他话语的人 也许把他讲出来 那么这些没有任何的价值的这个 这个异梦 或是人瞎掰出来的异梦 跟神的话语比较呢 如同康批啊 粗坑啊 粗坑啊 不能够没有任何价值的 要丢掉的 跟那个麦子可以作为粮食 可以作为面粉 是这样子的一个对比 康批跟麦子相比 他没有任何实用的价值 所以他们的梦想呢 也没有价值 OK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主的话呢 哇 那就像火一样哦 好像火一样 他是可以把康批烧掉的 他能够进化 他能够区分 有价值跟没有价值的 怎么区分 用烧的 没有价值就会被烧毁 有价值就会存留 那么他的话 也有定罪的能力 就像一把锤子这样 能够把最硬的磐石 把它击碎 粉碎 这所有的致富跟自信 好 那么这个跟假先知的空洞的话呢 就大不相同 好 那么为了避免有任何的 还不清楚 三次 三次就是 也是很完整的 三次表示 他跟假先知要反对 那他反对假先知的理由 第一个 他们把百姓带入歧途 第二个 神根本没有拆解他们 第三个 他们的梦对人没有益处 所以主三次说 我与他们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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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弟兄姐妹 你就知道 神对这些所谓假先知 来蒙蔽人的 神的愤怒是何等的大 神也make it very clear 神与他们反对 那么这些人呢 神嘲讽他们 他们彼此呢 没有神的讯息 所以说会彼此抄袭 看哪一个吸引人 我们也来讲这个 就是最近看哪个最夯 哪个信息最夯 我们就来讲 为什么就是要蹭那个知名度 就是或者就是说 有多少人来看这样子 那么如果他们不能够彼此窃取 他们就创造新的 就是这两件事 要不然就是彼此抄袭 要不然就是 就是在创新的 那么这些呢 不管你怎么样都是 你的创造力所创造出来的 跟神的话有无关 那可他们却宣称 这个是神的话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最后一段 就是33节到40节 那这一段呢 有一个关键字 33到40节 哪一个字经常重复出现 末世对不对 末世 就是马萨这个字 那这个末世 这个马萨是一个同音 不同的意思 一个音有不多重意思 它是可以是末世 也可以称 也可以是重担 同一个字 马萨 这个许巴勒文 这个字呢 也暗指了大灾祸 或神的审判 好 那么 人就问耶利米 这个神的信息 好像重担一样 压在我们身上 还有没有别的 还有没有别的 老实讲 耶利米就警告他们 因为你们拒绝 你们拒绝 神给他们的话 因为他们拒绝了 承担盟约的责任 就是照神的话来做 对不对 然后还一直要问新的 有没有新的末世 就是说 有没有比较好听一点的 老实讲这伤感群的 那么因为他们这种态度 所以说 神会反过来 把他们当作是一个负担 一个沉重讨厌的负担 把他丢掉 把他 他们就变成一个 一个讨厌的担子 就丢了就不要了 所以说这个末世跟重担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 一个wall play 这个音一直出现 你如果看这边 里面有几个重担跟几个末世 那么你就可以想象 当耶利米在讲这些话的时候 马上马上 一直重复出现 这样子 还有很有文学的美度 那么这个文字游戏 也会吸引人来产生 那个冲击力 好 那么 无论是先知 百姓 祭司 问耶利米说 耶华有什么末世啊 神也很幽默 那耶利米就说 什么末世啊 他们问你什么末世 你就是什么末世 那么人一直 一直讽刺的问耶利米 就是说神还没有什么别的 那么 那么你干脆你就回答 反正既然你们 不要听神的话 对西乃之约 嗤之以鼻 那么神也帮你们 把你们当作 没有用讨厌的重担 甩去一旁 也是嗤之以鼻 那么如果 先知 祭司啊 任何人 声称他们拥有 主的圣言 但实际上不是的 那么 这个人要受到惩罚 对不对 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意见 跟神的话 混为一谈 把他们的意见 当作是神来的 声称是拥有 来自主的 信息 那么这样子的做法 基本上面已经让先知跟祭司 职分失去的那个可信度 那我们看到说 其实主旨 把他的话给一个真正的先知 那就是耶利米 讲对这一群百姓 那个时代了 神给很多忠心的仆人 先知他的话语 那么他会忘记 那些继续声称 他们信息来自神的 忘记的意思 就是说 跟他们就无关了 把他们放弃掉了 好像重担给他丢掉这样子 当主摧毁 你们列主的圣 列主的城市指导 耶路撒冷 他们会被赶出去 那么他们就会被污名化 那时候他们就知道了 他们所行的恶 在神言中是何等的严重 那么我们看到二十三章 就是一个很严肃的警告 对假先知 对这些信息 那么我刚刚也一直提醒大家 在应用上面 也就是说 我们要小心传讲神的话 要明白神的话 才有办法传讲神的话 不要错误的宣称 来自神的启示 这个不管是言语 还是梦境都是一样的 无论人真诚的 相信他们的信息 是来自于上帝 但其实不是 那你再怎么真诚 也没有用 那么更有圣者 就是说 为了欺骗影响他人 而故意做出这种声明 说我有神的话 马太福音说 人所说的每一句话 在审判的日子 要继续攻出来 那么我要再最后 还要再提醒大家 你有没有这个基督徒的朋友 那开口闭口 每两句有一句是说 神对我说的 神对我说 今天应该要吃牛肉面 圣灵对我说呢 那今天开车去 教会应该要走另外一条路 等等等等的 我有这些朋友 那么 我心中常常在想说 那么神跟你说这些话 有什么意义吗 有什么point What's the point 神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有point 那么还有神在默示 祂是这样子行的吗 这是神操作的方式吗 神跟祂的百姓 是这样子操作的方式吗 我觉得到了新约的时候 有整个新约圣经完整的时候 神经常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 借着我们祷告的时候 向祂说话 神会不会在我们生活中间 每一分每一秒都向我们说话 当然可以 但是呢 祂经常的方式 还是不逃离圣经已有的启示 所以这圣经是一个完整的启示 我们不要再用启示 随便的用 除了圣经里面 不要说 神今天给我启示 哇那神今天给你启示 那你就写出第67本的圣经了 你如果跟这些朋友在一起 太久了 你也会变成这样 你也会觉得 哇这个这么属灵 我觉得我也应该要跟他们一样 所以你也开口闭口 神对我说圣灵 对我说 我不是否认神 经常在我们生活的当中 跟我们说话 但是神有祂的目的 神有祂的目的 要不然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属灵的增长 要不然就是借着我们来帮助别人属灵的增长 所以说弟兄姐妹们还是这样 你要能够分辨 就像先知 耶利米叫百姓要能够分辨 今日弟兄姐妹们 我们仍然要能够分辨 那么 愿我们心常顺服我们心中的圣灵 熟悉神的话语 在祷告的当中与神连结 这样子我们能够分辨 什么是出自于神 什么不是出自于神 好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讲到这里